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講Ensemble 那Ensemble呢,咦? 螢幕沒出來是嗎? Ensemble,好,那我們要講Ensemble 那Ensemble的這種方法呢 其實就是團隊合作,好幾個模型一起上的方法 那在做Ensemble的時候呢,通常狀況是這樣 你有一打的classifier,假設你現在做的是分類的問題 你手上有一打的classifier,F1,F2,F3 那你想把這一打的classifier呢,集合起來 讓他們發揮原來一個classifier所沒有辦法發揮的更強大的力量 那這些classifier,通常你會希望他們是diverse的 每一個classifier呢,他們有不同的屬性,他們有不同的作用 就好像說,如果今天大家一起出團去打王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需要做的工作 你會需要一個團隊裡面有各種不同的角色 要有人扮演坦,有人扮演補,有人扮演滴滴這樣 滴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滴滴就是輸出的意思 然後你要把不同的classifier呢,把它 aggregate在一起,把它集合在一起 這個集合的時候呢,你需要用比較好的方法來把它們集合在一起 這樣就好像是在打王的時候呢,彈谷跟滴滴他們有不同的應該要站的位置 那這個ensemble呢,就最適合在期末的時候講 為什麼呢?因為假設你現在已經開始做final 那我相信你也其實很累了,你可能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呢 不會final的project寫什麼太fancy的大的新的程式了 也許你想要call一下你手上現有的程式,然後條條參數看可以做到多好 那其實有一個大招可以讓你迅速的improve你的performance 就是ensemble這樣 就如果你今天已經想不到新招數了 因為你現在做一做,已經卡住了不知道什麼進步的話 通常用ensemble可以讓你的performance再提升一個level 所以你會發現說在抵那個Machine Denny的比賽的時候 比如在cargo上的比賽的時候 你要得到,就你有一個好的模型 你可以拿到前進,那你要奪得冠軍 你通常都會需要ensemble這樣 你都會需要用群毆的方式才能夠得到冠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講一下怎麼來做這個群毆 那這個群毆的方式呢,有其實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先講begging這個方法 那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講,我們除了會講begging以外 我們還會講boosting 那begging跟boosting他們使用的場合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我們過去在開學的時候已經講過的東西 我們在開學的時候講過說 我們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有bias跟variance的trail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很簡單的model 我們會有很大的bias但比較小的variance 如果我們有複雜的model可能是小的bias但是大的variance 在這兩者的組合下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error rate 會隨著model的複雜度增加 逐漸下降,然後再逐漸上升 好,那我們之前也有舉過說 假設現在在不同的世界裡面 我們都在抓寶可夢 那在不同的世界裡面 我們都會得到一個模型 那假設我們現在用的是一個很複雜的模型 那我們會有很大的variance 比如在不同的世界裡面 我們所預測出來的 可以預測寶可夢CP值的模型 會非常的不一樣 但是這些結果算variance很大 但是他們的bias是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不同的模型 通通集合起來 我把我滑鼠叫出來 我們可以把不同的模型 通通集合起來 我們可以把不同的模型的輸出 做一個平均 得到一個新的模型的appad 這個新的模型的appad 可能就會跟正確的答案是接近的 那bagging其實就是要體現這件事情 那所以bagging要做的事情就是 雖然我們不可能真的到不同的宇宙去收集 從不同的宇宙收集 data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創造出不同的dataset 再用不同dataset 各自去訓練一個複雜的model 那雖然每一個model 獨自拿出來看 它可能variance很大 但我們把不同的variance很大的model 集合起來以後 它的variance就不會那麼大 但是它的bias會是小的 那怎麼自己製造不同的data呢 假設你現在有n比training data 那你對這n比training data呢 做sampling 你從這n比training data裡面 每次取n比比data 組成一個新的dataset 那你通常在做sample的時候 你會做replacement 也就是你抽出一筆data以後 你會再把它放到你的破裏面去 那所以這邊通常n比呢 你可以就設成n 但是雖然你把n比設成n 你從n這個dataset裡面 做n次的sample with replacement 得到的這個dataset 跟原來的這n比data 並不會是一樣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會反覆抽到 同一個example 好 那總之呢 我們用sample的方法 建出好幾個dataset 每一個dataset 都有n比data 那每一個dataset裡面的data 都是不一樣 接下來 你再用一個複雜的模型 去對這四個dataset 都去做learning 那你就找出了四個function 接下來在testing的時候 你就把一筆testing data 丟到這四個function裡面 那你再把你得出來的結果 做平均 或者是做voting 那通常就會比 只有一個function的時候 performance還要好 但是performance還要好 是指說你的variance 會比較小 所以你得到的結果 會是比較robust 比較不容易overfitting 那如果今天你做的是regrading的方法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average的方法 來把四個不同的function的結果組合起來 如果今天是分類的問題的話 你可能會用voting的方法 來把這四個結果組合起來 你就看說這四個function裡面 哪一個類別有最多classified投票給它 那你就選那個class 當作你的model的output 然後注意一下 什麼時候做backing 當你的model很複雜的時候 你擔心它overfitting的時候 你才做backing 了解我的意思嗎 做backing的目的 是為了要減低variance 你的model的bias已經很小 但variance很大 你想要減低variance的時候 你才做backing 所以試用做backing的情況是 你的model本身也很複雜 在你的training data上很容易就overfit 這個時候你會想要用backing 什麼樣的model很容易overfit呢 比如說 NN很容易overfit 沒有其實NN沒有那麼容易overfit 相較於看你跟誰比 很多人就憑著直覺說 一個neural network看起來參數那麼多 應該就是很容易overfit 但如果你今天有實作過neural network的話 我想你不會 我想你其實是不會這麼想的 做neural network的時候 你常常遇到的問題是 你沒辦法在training set上overfit 而不是你非常容易overfit 對不對 什麼樣的model非常容易overfit呢 舉例來說 decision tree 就是一個非常容易overfit的方法 所以decision tree你只要想的話 你把那個數長得很深 他在training data上只要數夠深 你都可以拿到這個100%的正確率 而你很難拿到100%的正確率 你要拿到100%的正確率 就是在NN上要好好調參數 你才拿到100%的正確率 但是像decision tree這種方法 只要他想 他可以拿到100%的正確率 但是在training data上拿到100%的正確率 不見了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 其實就只是overfit而已 好 那所以今天你什麼時候你要做backing 就是model很容易overfitting的時候要做backing 所以decision tree很需要做backing random forest就是decision tree做backing的版本 就是random forest 那我們沒有講過decision tree 那其實我覺得也不見得需要講 因為我知道 你們每個人都知道decision tree對不對 對不對 我看大家在作業裡面很多人都用到decision tree 都用得很爽 所以這個好像是不太需要講的 我們就秒講過去 我們就秒講過去 我們現在假設我們每一個object 它有兩個feature x1和x2 decision tree呢 就是你根據你的training data 去建出一棵樹 好 去建出一棵樹 那這個 這個樹呢 是這樣子 這棵樹告訴我們說 呃 如果輸入的 object x呢 x1小於0.5的話 就是yes 大於0.5就是no 所以就是 呃 在x1等於0.5的地方切一刀 以左呢 就走到左邊 這個 這條路上去 右邊 往右呢 就走到右邊這條路上去 接下來再看x2 x2小於0.3的時候 那 就說是class1 就塗藍色 x2大於0.3的時候 就說是class2 就塗紅色 那 如果在右邊呢 右邊如果x2小於0.7的時候 就塗紅色 x2大於0.7的時候呢 就塗藍色 那 這邊 這個decision tree上面 問的問題 是比較簡單的 它是看一個dimension 你其實可以同時看兩個dimension 你其實可以問更複雜的問題 要問什麼問題 是 人自己 決定的 好 所以說 decision tree的時候 會有很多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舉例來說 你可能會 需要 考慮說 比如說在每個節點 我要做多少分支 那我要用什麼樣的quiterion來做分支 我要什麼時候停止分支 那 我有 我的這個可以問的問題的集合裡面 有哪些問題等等 有一大堆的 也是有很多的參數跟要條 跟N一樣 有一些東西呢 是你需要調整的 好 那我們就來舉一個decision tree的例子吧 我們把decision tree 實作在以下這個test上面 這個test呢 這個test呢 叫做初音test 這個test是這樣子的 我們有一個分類的問題 這個分類的問題呢 是說 這個輸入的feature呢 就是二維 OK 輸入的feature就是二維 那在這個紅色的部分呢 是屬於class1 在藍色的部分呢 是屬於另外一個class2 那這個class1分布的樣子呢 正好就跟初音是一樣的 這樣子 如果你要用這個data的話呢 我放在這邊 你可以載這個data來用 這個是一個初音的task 然後一般教科書都會用一些什麼 方形啊 圈圈啊 那個都太弱 我這個都用初音的task 這樣子 好 就是class1的分布 就跟初音一樣 那現在decision tree 能不能夠在這個task裡面 把class1和class2 正確的進行分類呢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現在我們用一顆decision tree 那這個decision tree的深度呢 如果decision tree的深度是5 它沒有辦法把class1和class2分開 它只能光說 這個一個方塊的地方 就是class1 那如果更深的decision tree呢 如果是decision tree的深度 深達10的話 看起來就有點初音的樣子 不過它有很明顯的句詞狀 看起來像是在minecraft的世界裡面 看到的初音 如果depth是15的話 那就看起來更好 那這個樣子看起來就 蠻對的 但有些地方還是有點怪怪的 比如說這裡 這邊突起來一塊 如果今天decision tree的深度是20的話 那你就可以完美的把class1的 這個位置呢 跟class2的位置呢 區別開來 就可以完美的把初音的樣子呢 勾勒出來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decision tree 只要你想的話 你永遠可以做到 error rate 你永遠可以做到 正確率是5 因為你想想看 最極端的case就是 你這個tree一直長下去 每一筆data point 就是一個很深的樹的 其中一個結點 其中一個leaf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一片葉子 那這樣你的正確率 就一定是100%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 速溝聲 decision tree可以 做出任何方法 好 那 但是就是因為 decision tree 它太 它太容易overfitting 所以你單用一顆 decision tree 你往往不見得 可以達到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對 decision tree做bagging 這個方法 就是random forest 那我們可以用 傳統的bagging的方法 來做random forest 你可以用傳統的 剛才講的那個 sample的方法 來做bagging 但是如果用那種方法 你得到的tree 通常每一顆都 沒有差太多 所以 用光用sample的方法 看起來是不太夠 在做random forest的時候 比較typical的方法 是 在每一次 要產生decision tree 的branch的時候 都random的決定 哪一些feature 或哪一些問題 是不能用的 你random的決定說 現在要做split的時候 哪些question 或哪些feature 不能用 就可以促使 就算是你用成是一模一樣的dataset 每一次你產生的decision tree 也會是不一樣 最後你再把所有decision tree的結果 統統集合起來 那你就得到random forest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bagging的方法 的話 有一個叫做out of bag的方法 可以幫你做validation 一般我們在做validation的時候 你都是把你手上的training set 切成兩塊 你手上原來有label的data 切成兩塊training set 跟validation set 如果你今天是用bagging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不要把你的label的data 切成training set跟validation 一般一樣有validation的效果 怎麼做呢 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今天在做bagging的時候 每一個function 你train出來的每一個model 它都只用到部分的data 假設我現在trainingdata裡面 由X1到X4總共有四笔data 而F1只用第一笔和第二笔data F2只用第三笔第四笔data F3只用第三笔data F4只用二四笔data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實際上呢 我們在 其實實際上呢 我們在trainingF2跟F4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用到X1 所以我們可以用F2加F4 bagging的結果 去在X1上面 testing它的performance 同理我們可以用X2跟X3做bagging的結果 去testX2 用F1跟F4做bagging的結果去testX3 用F1跟F3bagging的結果去testX4 然後接下來呢 再把X1跟X4的結果呢 把它做平均計算一下error rate 你就得到一個outfit的error 雖然我們這邊沒有明確的切出一個validation set 但是我們在做testing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model 並沒有看過那些testing的data 我們在testX1到X4的時候 這些model並沒有看過X1到X4 並沒有看過X1到X4 所以這個outfit的error 它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在testing set上 可以反映testing set的結果 的estimation 好 那我們看一下 RandomForest 在初音的testing上面的結果 那這邊呢 是做100棵樹 那你會發現說 如果是100棵dents5的樹 做出來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好 這邊要強調一下 做bagging 並不會使你的model 更能夠fit data 所以dents5的樹 沒有辦法fit初音那個function 你用RandomForest 它還是沒有辦法fit初音那個function 你可以得到的結果 只是現在 因為是把5棵樹平均起來 所以你得到的整體的function 它是比較平滑的而已 所以比如說damp40 看起來就是這樣 看起來就比較不像minecraft的世界就是了 如果damp45 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看起來很好 但其實它是有一個瑕疵的 它有些地方沒有做好 所以這邊有一條頭髮摧下來 它還沒有把那條頭髮框出來的樣子 我看一下 對 沒錯 如果你是dents20 100棵dents20的樹 你就可以完美的把初音框出來 那這邊其實是有一條頭髮的 要把這個做出來才是真的正確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boosting 那boosting跟剛才的bagging是不一樣的 bagging是用在很強的model 然後boosting呢 是用在很弱的 是用在弱的model上面 當你有一些弱的model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辦法讓它們去fit你的data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要用boosting 好 所以boosting是這樣 boosting它 它可以保證說 它有一個很powerful的guarantee 這個很powerful的guarantee 就是這樣說的 假設你有一個NL的algorithm 它可以給你一個錯誤率高過50%的classify 假設我們現在要做分類的問題的話 錯誤率高過50%的classify 假設是二元分類的問題 因為Random才是5% 包括50% 用腳很輕易可以辦到 很爛的模型都可以辦到 而只要你能夠做到這件事 只要你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boosting這個方法 boosting這個方法可以保證你 最後把這些錯誤率值 僅略高於50%的classify 組合起來以後 它可以讓錯誤率達到0% 有沒有聽起來非常神奇 聽起來就是非常的強 這整個boosting的framework 整個大架構大概是這樣 首先你先找一個classifyF1 這個classifyF1很弱沒有關係 接下來你再找一個classifyF2 它去輔助F1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F2跟F1不會很像 它們要是who F2跟F1的特性是who F2要去彌補F1的缺失 F2要去做F1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這樣進步量才大 那boosting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說 怎麼樣找到一個F2 它跟F1呢 是最互補的 然後你就得到第二個classifyF2 然後接下來呢 你再找說 我先找classifyF2 那我再找一個F3 跟F2是互補的 然後接下來我再找一個F4 跟F3是互補的 這個process就繼續下去 你找到一把的classify 你再把這把classify集合起來 你就可以得到很低的error rate 所以就算是每一個classify 它們都很弱也沒有關係 那要注意的地方是 今天在做pussing的時候 這個classify的訓練是有順序的 你要先找出F1 才找得出F2 才找得出F3 它是sequential的 你要先找F1 你才知道說 怎麼找F2跟F1是互補的 所以它是有順序的 那前面在faking的時候 每一個classify是沒有順序的 你在做100顆tree 你在做randomforester 你要train100顆decision tree 這100顆decision tree 可以平行做 那這邊如果你是要把100個decision tree 用不行的方法 把它變得很強的話 那你要按順序做 沒有辦法 它不是一個平行做的方法 那這邊假設我們考慮的task 是一個binary classification的task 就是有一堆train data x跟y hat 那y hat就等於正負1 好,而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怎麼得到不同的classify 怎麼得到不同的classify 那我們剛才講過在classing的時候講過說 要得到不同的classify 我們可以用製造不同的training set的方式 來得到不同的classify 那在boosting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用resample data的方式 來製造不同的training data 然後得到不同的classify 但是有另外一種方法 可以幫你製造出不同的data set 你可以給你的training data 裡面的每一筆data一個weight 舉例來說 我們這邊用u呢 來代表每一筆data的weight 那一開始呢 你可以藉由改變這個weight 你可以藉由改變這個weight來製造不同的dataset 舉例來說 本來現在你有三筆data 每一筆data的weight都是1 你可以把它改成說 現在第一筆dataweight是0.4 第二筆dataweight是2.1 第三筆dataweight是0.7 這樣就等於製造出了一個新的dataset 就等於製造了一個新的dataset 那其實sampling也可以視同次改了weight 只是sampling 比如說你某一筆data被sample兩次 就代表說它的weight變成2 只是如果你用sampling的方法的話 你的weight只能是整數 直接調一個weightu的話 你可以給小數就是了 那就算是你改變了這個weight 對training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們知道在training的時候 原來的objective function 是寫成這個樣子 你有一個loss function 你要去minimize它 這個loss function 是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data 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data 對 每一筆training data xn 我們都把它帶到function 你用f裡面去得到f of xn 計算f of xn 跟y hat n的差距 這個差距 用個loss function呢 來表示 這個小l呢 它可以是各種不同的function 反正能夠量f of xn 跟y hat n之間的差異 就行了 然後呢 你就會有一點design的方法 去找一個function f 來minimize這個大l 這個total loss function 如果今天加上weight的話 有什麼不同呢 沒有什麼不同 唯一的不同只有 你會在每一個小l的function前面 乘上u 你會在每一個小l的function前面 乘上那筆data的weight 代表那筆data的權重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筆data 它的權重比較重 它的u比較大 那你今天在training的時候 它就會被多考慮一點 好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那adaboost的精神是什麼呢 adaboost的精神是這個 這個boosting有很多的方法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的是 其中最經典的這個adaboost的方法 這個adaboost的方法是這樣子 adaboost的方法它的想法是說 我們今天呢 要製造一個 我們現在先訓練好一個classify f1 我們先訓練好一個classify f1 那我們呢 要去找一組新的training data 所謂的找一組新的training data 意思其實就是reweight我們的training example 我們要去找一組新的training data 讓f2呢 在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上面的 讓f1呢 在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上面 結果是會爛掉 會fail掉 它的證券率會變成只有50% 我們要找一組新的training data f1在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 是做不好的 然後再用f2 在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上面 去做訓練 好 那接下來 怎麼找f1 怎麼找個新的training data 可以讓f1壞掉呢 假設給你一個f1 你要怎麼找個training data 讓f1壞掉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f1在training data上的error rate 怎麼計算 f1在training data上的error rate呢 我們這邊寫成x1 這個x1的計算方法就是 subvent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example subvent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example 然後呢 計算說每一筆的每一筆呢 這個training example 每一筆的training example 它的結果呢 是不是對的 如果是對的的話就是0 如果是錯的的話就是1 然後每筆training example呢 你都還要處理乘上它的weightun 你知道乘上它的weightun 然後你要再做一下normalization 因為這個un的值啊 合起來不見得是1 所以你要做一個normalization 這個normalization呢 就是subvention over所有的u1 subvention over所有的weight 就是這個normalization的term 那ε1呢 它一定會小於0.5 因為我們假設說 我們今天的classifier呢 是還可以的 所以不是一個完全random的classifier 所以它的error rate 總是可以小於0.5 如果今天classifier1 你其實沒有辦法製造一個classifier 它的error rate大於0.5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classifier它的error rate 大於0.5 你只要把它的output反過來 它的error rate就小於0.5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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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呃 現在呢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原來training data的weight是u1 我們要給一組新的training data的weight 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的weight 會使得說 如果我們今天把上面這個算 ε1的式子的u1 換成u2 得到的結果 會變成0.5 就本來ε1 是小於0.5 是在u1 以u1做為weight做計算的時候 小於0.5 那現在把u1換成u2 weight 就變成0.5 那這個時候就好像是說 假如我們重新weight了我們的training data 本來是用u1做為training dataweight 現在用u2做為training dataweight 在這組新的weight上面 f1它的performance 就像是隨機的一樣 然後接下來 我們再拿這組 我們再拿這組 新的training data 用u2當作weight的training data 再去訓練f2 那f2就會跟f1是互不一樣 那這樣講也許有點抽象 所以我們取一個實際的例子 現在有4比training data 那這4比training dataweight 就是u1到u4 那我們假設u1 u2 u3 u4 統統等於1 這4比training dataweight是一樣 現在我們用這4比training data 去訓練一個模型 去訓練一個classifiedf1 那假設f1 其實它不是一個特別powerful的algorithm 所以就算是training data 它也沒有辦法每一筆training data 都分類正確 我們假設它只分類正確 三筆training data 一筆training data 是分類錯的 但是它的error rate 所以它的error rate 是0.25 四筆training data分錯一筆 所以它的error rate 是0.25 接下來我們要改變這個dataweight 我們要把u的值變一下 讓f1在這個新的training dataset上 它的error變成0.5 怎麼改呢 其實有不同的改法 我們這邊假設說 舉例來說 我們假設u1的weight 是1除以更好3 因為我們現在要讓f1的error變大 怎麼讓f1的error變大 就是看他說他答對哪幾題 那幾題的配分就變小 答錯哪幾題 那幾題的配分就變大 好像考試的時候呢 你先把考卷寫完 然後老師也改完以後 然後我們再重新去計算配分 看到你答錯的配分就比較高 那你答對的配分就比較低 然後你就會發狂 就會生氣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f1生氣 我們就是要把它 我們先看看他答對哪些 答錯哪些 他答對了 本來先跟他說好說 每一題的配分都是一樣的 但其實是騙他的 他先答完以後呢 再改一下題目的配分 第一題他答對了 所以配分就變成1除以更好3 而第二題他答錯了 所以配分就增加 變成更好3 第三題跟第四題他也答對了 所以配分就減少 都變成1除以更好3 如果今天在這筆新的training data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f1 他就會變得很糟 因為你想想看 他答錯的題目 weight是更好3 他答對的題目 weight是1除以更好3 有3題 1除以更好3乘3 也是更好3對不對 所以答錯的題目 跟答對的題目的weight是一樣 所以今天f1的weight 他的error rate 就變成了0.5 那接下來我們在這組 新的training data上面 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 可以讓f1整個爛掉 我們在這組新的training data 上面再去訓練f2 那f2呢 因為他是看著這組新的weight 他看著這個新的配分 去做練習的 他看著這個新的weight 去做學習的 所以新的error rate 所以在這組weight上 他的error會是小於0.5 所以f2可以跟f1是who 更詳細的證明 我們之後會有 我們今天都是講個精神 之後會有完整的證明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實際上要怎麼做reweight這件事情呢 那要怎麼做reweight這件事情呢 這個做法呢 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說今天某一筆data xn它會被f1分類錯 那我們就把dn比data的weight u1乘上一個值d1 變成u2 那這個d1呢 是大於1的值 也就是說xn如果分類錯誤的話 就把那一個題目 那筆data的權重提高 乘上d1把它提高 好 那如果xn是正確的被f1分類的話 那我們就把u1除掉d1把它變小 好 那所以錯的就增加 對的就變小 好 那f2呢 會在新的weightu2上面進行訓練 那再來的問題就是這個d1的值應該要設多少呢 那這邊沒有什麼高升的數學 其實就是推一下怎麼樣 要設什麼樣的d1 可以讓u1變成u2以後 可以讓f1的error rate是0.5 這邊呢就只是 呃 呃 數學式比較繁瑣 但其實很簡單的數學 這個數學是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呢 已經計算出ε1 ε1的式子呢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希望把u1換成u2 這樣得到的weight呢 是0.5 OK 好 那我們的原則呢 就是如果今天 DN比data的分類是錯誤的 那就乘上d1 如果分類是正確的 就除掉d1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是指 summention over分類錯誤的 那些data 上面這邊是指 summention over分類錯誤的 那些data 所以上面的這些u2啊 它都是分類錯誤的 所以它都會乘上d1 所以上面這個分子的地方呢 你可以寫成summention over un 乘上d1 summention over un 乘上d1 因為上面這幾data 每一筆呢 上面這些u呢 每一筆呢 都是u1乘上d1 因為它們都是分類錯的 那再來我們看分子的地方 分子的地方 是summention over u2 那u2有兩個case 一個是如果f1 會把這筆data分類錯誤的話 那u2呢 是來自於u1乘以d1 如果是分類正確的話 那u2呢 就是來自u1除以d1 所以呢 這整個式子列出來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你把這個分子的地方帶進去 分母的地方 分母的地方 這一項 分母的地方帶進去 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這個式子呢 它是等於0.5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分子和分母呢 倒過來 所以 左邊分子和分母倒過來 右邊呢 就從0.5呢 變成2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發現分子和分母 都共同的這一項 這一項 是分子分母所共有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一項 除以這一項 這一項 除以這一項 會等於1 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告訴我們說 u1除以d1 就我們把所有那些f1 會答對的dataxn拿出來 把他們的u1除以d1 要等於所有f1 會答錯的那些xn 他們的u1乘以d1 那這個式子就算沒有去 不用剛才推倒 其實 你也可以很直覺的 寫出這個式子 如果你要讓f1 在新的weight上的 errorweight 是0.5的話 那當然 它答錯的部分 新的weight 它答錯對的部分 新的weight 要等於答錯的部分 新的weight 好 那接下來呢 你就把d1 提出去 你把d1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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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提出去 d1提出去 好 那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知道說 ε1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ε1分子的地方 是對那些 答錯的example xn 的weight的總和 然後再做normalization 那這一項 出現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項 用ε1呢 把它 代換掉 代換掉 所以這一項 等於z1乘ε1 這一項等於z1乘ε1 那這一項呢 這一項呢 這一項呢 這一項是 就是z1乘以1-xn1 對不對 因為這一項 加這一項 會是z1 這一項加這一項會是z1 既然它是z1xn1 它就是z1-xn1 總之呢 經過一番推導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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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算出來說 d1等於根號1-xn1-xn1 除以xn1 根號1-xn1-xn1 等於d1 拿這個d1去乘或者是出u1 你就可以製造一個training dataset 它是會讓f1fail掉的training dataset 那這個d1呢 這個d1的值呢 它一定會大於1 為什麼 因為xn1一定小於0.5 所以在d1的這個根號的項裡面 分值會大於分母的 所以呢 所以這個d1呢 它都會這個大於1 好 那整個阿拉布斯的演算法呢 我們可以講完這一項就好 而且整個阿拉布斯的演算法呢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 現在呢 我們有一筆training data 那有一堆training data 那每一筆training data呢 我們都一開始給它出十的weight 都是1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跑大T的iteration 每一個iteration 都會給我們一個classifier 都會給我們一個weight的classifier 然後最後再把所有的FT 集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強的classifier 那在每一個iteration的時候 每一筆training data 都有它自己的weight 這邊寫成 U上標1下標T U到U上標N下標T 我們用下標T 代表的是 那一個iteration的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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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用這個weight 訓練出FT 然後計算FT 在原來的weight上面的arrow F0T 來計算出F0T以後 我們就可以reweight 每一筆training data 我們就可以reweight training data 如果SN 它被FT分類錯誤的話 如果分類錯誤的話怎麼辦呢 就把U上標N下標T 乘上D下標T 就把U上標N下標T 乘上一個大於1的值 然後得到一組新的weight 這組新的weight 會在下一個iteration的時候呢 被使用 反之呢 就把原來的weight 除掉DT 然後得到一組新的weight 這組新的weight 要在下一個iteration的時候 會使用 那這個DT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這個DT 就等於根號 1-εt 除以εt 那或者是 或者是呢 我們可以寫成 有另外一個這個變數 叫做αT 這個αT是 就是natural LOG 更號1-εt 除以εt 這麼做呢 是有含義的 這麼做的話 我們可以把DT 換成εαT 把除DT 換成成ε-αT 所以本來是有成有出 現在變成一個是成εαT 一個是成ε-αT 前面一點呢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式子 合成一個式子 我們可以這樣寫 我們可以說 這上面這兩個式子 插的只有一個負號而已 我們都是要把原來的weight 乘上 就是這個αT前面 有時候是正1 有時候是負1 怎麼用一條式子決定 αT前面應該是正1還是負1呢 我們就只需要說 我們把y-hat乘上ft of xn 如果說今天是misclassified的情況下 y-hat跟ft of x 它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式子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是負1 那負1乘1 負1乘負1 αT前面就變成1 就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是分類正確的情況下 這兩項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項相乘就是正1 所以在乘上負1 所以這一項就變成負1 所以總之 今天我們可以直接用這一個式子 一個式子 來表示這兩個式子 好 那接下來經過剛才訓練以後 我們就得到了一把classified F1到F大T 再來就是 怎麼把這把classified集合在一起呢 你可以說 你用uniform的weight 你可以說 我們就說 現在有大T的classified 那叫這大T的classified 都得到一個output 把這個大T的classified的output 就加起來 看它是正的還是負的 如果是正的話 就代表是class1 如果是負的話 就代表是class2 你就把這個大T的classified 直通加起來 然後取它的正負號 這樣雖然可以 但是這樣子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這大T的classified 有好有壞 所以我們應該要給它不同的權重 怎麼給它不同的權重呢 我們在每一個classified output前面 都乘上一個權重 αT 然後呢 在全部加起來以後 再取它的正負號 這樣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αT 怎麼得到呢 αT 怎麼得到呢 這個αT 我們在前個夜市只有看過 這個αT 就是拿來改變weight的 拿來改變每筆 training data的weight的那個αT 那個αT 我們在前面看過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αT的精神 如果今天某一個classified 它的αT是0.1 它是一個錯誤率比較低的classified 那我們把這個 αT等於0.1這件事情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算做αT 那它的αT就是1.1 所以錯誤率低的classified 它會有比較大的αT 如果今天有另外一個classified 它的αT是0.4 它是一個很爛的classified 它的錯誤率已經接近0.5了 我們把X等於0.4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算αT 我們得到αT是0.2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個比較正確的classified 這錯誤率比較低的classified 它得到的αT的值是大的 如果有一個比較爛的classified 它得到αT的值是小的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做weighted sum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classified 它的正確率 它當初訓練的時候 它的錯誤率是比較大的 那它的weight就比較小 它當初訓練的時候 它的錯誤率是比較小的 那它的weight就比較大 所以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個αT是make sense的 我們很快把後面這個例子講過好 如果這邊你覺得太快的話 你就回去自己看一下推文片 我相信這個對大家來說應該非常容易 那我講的這一段 我們就請助教來講一下作業6 這個很簡單 我們現在假設說 如果剛才這個演算法 如果你沒有聽懂的話 就看看這個例子 你就知道它的意思 我們假設我們的大梯就等3 那我們現在的weak的classified 很weak 它不是decision tree 也不是neural network 它叫做decision stock decision stock 沒什麼好講的 知道嗎? 它太簡單了 它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現在假設我們的feature 都分佈在二維平面上 在二維平面上 選一個dimension 切一刀 其中一邊當作class1 其中另外一邊當作class2 結束 這個就叫decision stock 那要做boosting 你一定要找一個weak classified 那decision stock 它夠weak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用在這裡 好 那現在一開始 每一筆training data的weight 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1.0 好 那我們用decision stock 找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是f1 那它的這個bundal就切在這個地方 那以左我就說是positive example 就算是positive的 就是一邊是class1 是positive的 然後往右就是粉紅色 就是negative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三筆data 它的分類是錯誤的 好 那計算一下 有三筆data 這邊總共有十筆data 有三筆data分類錯 所以error rate是0.3 error rate是0.3的話 d1算出來就是1.53 alpha算出來就是0.42 你就帶前一頁的那個 投影片的這個公式呢 你就可以輕易的求出來了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算出 x1,d1,alpha1以後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去改變一下 每一筆training data的weight 我們說分類正確的 就weight就要變小 分類錯誤的weight就要變大 分類錯誤的就要乘1.53 分類錯的就要除1.53 所以這三筆分類錯的 它的weight就變大 分類對的weight就變小 好 現在有了一組新的weight以後 你就可以再去找一次 另外一個decision stop 那有一組新的weight 那你找出來decision stop 就不一樣了 那新的decision stop呢 切一刀切在這個地方 往左是positive 往右是active 往左是藍色 往右是紅色 那你發現說有三筆data的分類 是錯的 好 那現在f2的error rate是多少呢 你會根據這每筆data的weight 進行一下計算 你就會發現說 第二個classifier 它的error rate是0.21 它的d-tube是1.94 它的alpha-tube是0.66 接下來 這三筆data分類錯 所以給它的weight比較大 這三筆data 要把它乘上1.94 那剩下的data 我們把它除掉1.94 那現在呢 我們就找到了第二個classifier 那每個classifier的weight 就是它的alpha的值 然後把它的alpha的值呢 寫在這個classifier的旁邊 那接下來找第三個classifier 那這個第三個classifier呢 我們把它找出來 第三個classifier說 上面是藍色下面是紅色 那它這麼講 會導致有三筆data分類錯誤 那計算一下它的error rate是0.13 你可以計算它的d3 你可以計算它的alpha3 好 如果你現在有更多的iteration的話 你會重新去weight你的這個data 但是現在我們就說只好三個iteration 所以考完就結束了 我們得到三個classifier 還有它們的weight 然後就結束了 好 最後 我們怎麼把這三個classifier 組合起來呢 你把每一個classifier 都乘上它們對應的weight 統統加起來再舉它的正負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加起來的結果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現在呢有三個decision stump 這三個decision stump 把整個二維的平面切成六塊 那左上角 左上角三個classifier都覺得是藍的 這一個藍色 那我們看中間這一塊 中間這一塊 它們兩個覺得是藍的 第一個覺得是紅的 但是它們兩個覺得是藍的 合起來的weight比較大 所以上面這一組就是藍的 右上角 第一個覺得是紅的 第二個覺得是紅的 第三個覺得是藍的 這兩個紅的合起來 比藍的大 這兩個紅的weight合起來 比藍的weight大 所以又是紅的 左下角呢 左下角是第一個藍的 第二個藍的 第三個紅的 兩個藍的合起來 比紅的大 所以是藍的 下面這個呢 紅的 藍的 兩個紅的加起來比藍的大 所以是紅的 右下角呢 三個classifier 三個decision stump 都說是紅的 紅的 紅的 所以是紅的 所以呢 現在這三個decision stump 沒有一個是 0%的error rate 它們都有犯一些錯 它們都有犯一些錯 但當我們把這三個decision stump 組合起來的時候 它會告訴我們說 這三個區塊是屬於藍色 這三個區塊是屬於紅色 而它的正確率是100% 所以三個week的classify 再把它組合起來 它可以得到好的結構 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助教呢 來講一下作業六 好 各位同學大家早 我們來繼續講阿達福斯 上一次講的是阿達福斯 我把前拍燈關一下 等我一下 好 那 這一次要講 現在要講的是這個理論上的證明 好 這邊要證明說呢 假設我們按照那個阿達福斯 的algorithm 來產生我們最後的classifier 好 這個最後的classifier呢 這邊寫成大h of x 這個最後classifier大h of x 是由一堆week的classifier f7所組成的 如果我們阿達福斯的algorithm 我們跑大T的iteration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大T個week的classifier 從f1到f大T 好 那在每一個week的classifier 它還有weight 它們還有沉重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week的classifier 其實我們應該要參考它 多一點哪些應該可以參考的少一點 那這個權重呢 就是αT 好 那我們把所有的weekclassifier的output 而且假設你現在要classifier 某一個object x 就把x分別丟到每一個week的classifier ft裡面 再把ft的output 乘上它的weight αT 再subvention over所有的weekclassifier 再取它的正負號 你就可以得到最終的分類的結果 好 那這個αT是什麼呢 我們說這個αT呢 跟這個 f1t有關 f1t組成了αT 而f1t又是什麼呢 f1t是 errorray f1t 欸 噢 隔壁沒有聲音 好 我 等會我處理一下 1 2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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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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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好 我想先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接下來的規劃這樣 這週我們講這個boosting跟structure learning的開頭 那下週呢其實有一位NVIDIA的外賓要來告訴我們一些他做的研究 那其實相比於我自己授課我是比較喜歡請外賓來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上課的內容都是有錄影的 所以如果請外賓來講你比較能夠聽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我再講一次他的內容其實連笑話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有外賓的話我們是希望儘量請外賓來講 那你說沒有講的內容怎麼辦呢 比如說還沒講SBM啊 那個上課都有錄影這樣 都有上學期的錄影 我再把它放到課程網站上就好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在下下週講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上學期其實沒有講完reinforcement learning 這學期我們會把它講完 那接下來就是final 祝大家final做得順利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哇沒講到那個機器學習理論的部分 好 那 剛才想到說 alpha t是跟final t有關的 那final t是什麼 final t是error rate 是classify ft的error rate 那 現在要證明的東西是 如果 week的classify越多 或者是換句話說 這個 阿達布什的algorithm 越多的iteration 在training set上的error會越來越小 好 所以這樣子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week classify 然後讓你的model 在training set上的performance 越來越好 好 怎麼證呢 其實這個是蠻簡單的 我們先算一下 大h of x的error rate 我們先把大h of x的error rate的式子列出來 怎麼算呢 它長什麼樣子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summation over n 這個n代表你的training data xn代表你的training data 那如果h of xn不等於yn hat h of xn的alpha跟正確解答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有一笔error 你得到的error就是1 反之 如果h等於y hat的話 那你得到的error就是0 然後呢 再做一下平均 假設有大n比training data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把 那我們這邊是先把大t的week classify weight is down 起來 再取它的正負號 那 這一項 括號裡面這一項 我們現在用g of x來表示 g of x代表 大t的classifier的weight is down 那所以呢 error rate這一項 你也可以寫成是y hat乘上g of x 看它是小於0還是大於0 小於0代表y hat跟g同號 所以是正確 代表y hat跟g1號 所以是錯誤的 1號所以是錯誤的 所以得到的error呢 就是1 那如果它們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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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號 代表是正確 那你得到error呢 就是0 所以這都沒有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好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我們說 這個error rate 其實有一個upper bound 這個upper bound呢 寫作這樣 這個upper bound呢 是exponential的負 y hat乘上g of x 怎麼說呢 如果我們把y hat乘上g of x這個的值呢 把它畫出來就一目了然了 我們現在畫個圖 這個圖的橫軸啊 是y hat乘上g of x 這個圖的橫軸是y hat乘上g of x y hat乘上g of x 綠色的線代表的是delta 那y hat乘上g of x小於0 這一個function它的值 所以y hat乘上g of x如果小於0的話 這個delta的op是1 反之的delta的op是0 那這個綠色的這個function 有一個upper bound 就是藍色的方法 藍色的function 是exponential負 y hat g of x exponential負 y hat g of x 畫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藍色的這個function 是綠色function的upper bound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做的證明是 震這個upper bound 會越來越小 那怎麼震這個upper bound 會越來越小呢 在直接震它之前 我們來算另外一個數字 我們要算這個zT 什麼是zT呢 我們說在每一個iteration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training data一個weight 每一筆training data都有一個weight 那我們用這些weight來算ft 那所謂的zT就是 我們把所有training data的weight加總起來 就是zT 然後等一下會說明zT跟上面這個upper bound的關係 我們先不要管那個upper bound 我們先來算個zT 好那我們現在要算的是這個z大T加1 也就是說 當我們把t的iteration跑完以後 如果假設我們接下來要算f大T加1 要算要學f大T加1 大T加一個weight classify 那zT 那在t大T加一個weight classify的時候 那些training data的weight 把它總合起來應該是多少呢 好 那z大T加1 等於呢 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data 它的這個每一筆training data的weight 是總共 那每一筆training data的weight又是多少呢 我們假設在初始的時候 在training第一個week classify的時候 這個時候每一筆training data 你給它的weight都是一樣 都是1 這個是個非常合理的假設 接下來在第t加1個iteration 你要確定第t加1個classifier的時候 你會把原來的weight 在第t個iteration的weight ut乘上exp-ft-αt 那這件事情 我們之前其實有講過了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 這個第n筆的classifier 它被classifier是正確的 那它的weight就會被下降 如果它classifier是錯誤的 它的weight就會被上升 怎麼增加和減少它的weight 我們靠的是成後面這一項 那我們之前面在講 那個anapus的elguzen的時候 有解釋過說 為什麼這個式子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αt它跟εθ t有關係 我們把它寫在右上這樣 總之呢 第t加1個時間點的weight 跟第7個時間點的weight 它們之間有著這麼樣的關係 那如果要你算 第大7加1的iteration的時候 的weight 要判定大7加1個weight 個classifier的時候的weight 會不會算呢 你會算 你就把所有的這些 因為第一項是1嘛 一開始是1 然後接下來就一直呈exponential這一項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把這些exponential這些項 乘上這個大7次而已 這個大家有問題嗎 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知道t跟t加1中間的關係就是乘這一項 那從u1到u大7加1中間 我們就是成了這個financial項 成了大7次 那如果要算z的話呢 算z的話 z就是把所有每一筆training data的u 統統都summention起來 所以我們就只在這個式子前面 在這個式子前面 加了一個summention而已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把summention呢 放到 我們可以把這個相乘 連乘這一項 放到exponential裡面 對不對 有一大堆exponential相乘 等於指數項相加 所以我們可以把連乘這一項 放到exponential裡面 那這個y hat y hat的式子 第n筆training data 正確答案 它跟iteration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它是label 它跟iteration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y hat這一項 可以被提出來 所以總之 z大t加1 會寫成右下角這個式子 右下角這個式子是啥呢 是什麼呢 你看這一項 其實就是g of x 這一項 這一項 就是g of x 那 所以 這一項 其實就是 這一項 所以 這個zt加1 它的upper bound 是非常有關係的 其實 training的時候 你的error的upper bound 就是zt加1 除以n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的training data的weight 的subvention 居然是跟你的error的upper bound有關係的 那所以 接下來就是要證說 這個error的subvention 會越來越小 如果 error的sum 呃不 error想說錯 weight的subvention 會越來越小 所有的training data的weight 的subvention 會越來越小 如果你可以證明這件事的話 呃 這個 遊戲就結束了 那這個 z1 是什麼 我們知道說 z1 在第一次training 第一個classified的時候 每一筆training data的weight 都是1 總共有大n 比training data 所以它的weight是大n 好 所以 z1 等於大n 那 zt呢 zt跟zt-1中間有以下的這個關係 你要從zt-1變到zt 你只要做以下這個運算就好 這個運算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運算是說 我們先找出zt-1裡面 misclassified的部分 然後misclassified的部分 分類錯誤的部分 會被乘上 exponential alpha 那分類正確的部分 會被乘上 exponential 負 alpha 那這個分類錯誤的部分有多少呢? 我們知道假設 error rate 叫做 x 等 t 假設 error rate 叫做 x 等 t 那分類錯誤的部分 就是 z 乘上 x 等 t 分類正確的部分當然就是 z 乘上 x 等 t 分類錯誤的部分 會被乘上 exponential alpha t 分類正確的部分 會被乘上 exponential 負 alpha t 把這兩項加起來 你就得到 zt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又知道 alpha t 是多少 然後 alpha t 的式子就寫來這邊 所以把 alpha t 帶進去 把 alpha t 帶進去 我們得到說 zt 等於 zt-1 乘上 x 等 t 乘上 x 等 t 乘上 x 等 t 乘上 x . t 再乘上分号F0T除以1-F0T 那合起来是多少呢 合起来就是这个太容易了 就把分子跟分母消一下 分子跟分母消一下 你得到ZT-1乘上两倍的分号F0T 1-F0T 好 那所以从这一项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说 ZT会比ZT-1 还要小 对不对 你想想看 F0T是Arror Rate Arror Rate一定小于0.5 它最大就是0.5 所以ZT-1后面乘的这一项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呢 它最大是 如果F0T等于0.5的时候它最大 所以两倍的分号F0T-F0T 最大的值其实就是1 它没有办法比1 还要更大了 所以ZT-1会乘上个比1小的值变成ZT 所以我们知道ZT会小于ZT-1 或者是你可以看 这边我们把 那如果我们要把Z大T加E算出来的话 多少呢 Z大T加E就是Z1的N 乘上大T相 每一相都是两倍更号F0T 1-F0T 所以我们知道说Trainning的Arror是会越来越小的 因为两倍更号F0T-1-F0T是小于1的 所以ZT会越来越小的 ZT就是ArcBond 所以ArcBond会越来越小的 所以Arror rate可能也是会越来越小的 好 那这个证明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阿拉布斯的神秘的现象 这个神秘的现象是这个样子 这边呢 横轴是Trainning的Iteration 就是你找多少个Wheat的Classifier来帮忙 纵轴是Arror rate 好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比较低的这条线呢 是在TrainningData上面的Arror rate 比较高的这条线是在TestingData上的Arror rate 但神奇的地方是 你看这个TrainningData的Arror rate 其实很快就变成0了 大概在五个Iteration之后 你找五个Wheat的Classifier 红败在一起以后 Arror rate其实就已经是0了 虽然Arror rate是0 但就五个Wheat的Classifier的Arror rate合起来是0 所以要强调一下 是五个Wheat的Classifier的Arror rate合起来是0 并不是单一一个Weat Classifier的Arror rate是0 单一一个Weat Classifier都很弱 要五个合起来后 那Arror rate才是0 事实上在阿拉布斯的演算法里面 如果你想一下的话 如果你的Weat Classifier的Arror rate Train在TrainningData上就已经是0了 那其实这整个演算法是会有问题的 你算一下那个Alpha的T会发现说它是Undefined 所以阿拉布斯假设说你的Train Week Classifier的Alpha的Arror rate 没有办法让你的Arror rate变0 如果会变0的话这个演算法是会有点问题的 但是你看虽然说我们加了更多的Weat Classifier以后 整体的Arror rate在TrainningData上没有下降 但是在TestingData上仍然是有下降 这就是一件还蛤神奇的事情 在TrainningData上面的Arror已经没有再下降 但是在TestingData上的Arror仍然可以继续下降 你的Classifier已经可以把TrainningData的每一笔Data都Classifier正确 感觉已经没有可以学的东西了 对不对 它可以把TrainningData的Classifier都Classifier正确 已经没有可以学的东西了 但是在加更多的Weat Classifier以后 居然TestingData Error还可以再下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这个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式 而这个 最后我们找到的Classifier叫大AtoFest 它是一大堆Weat Classifier旁卖以后的结果 我们把Weat Classifier旁卖以后的奥克叫做GeoFest 那我们把GeoFest乘上YCAT这个东西定义为Margin 我们希望GeoFest跟YCAT呢 它是同号 如果是同号的话分类才正确 但我们不只希望它同号 我们希望它相成以后越大越好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希望说这个GeoFest 如果X是Positive的 如果YCAT是正的 我们不只希望GeoFest就是稍微大于0 比如0.0000001 我们希望它比0还要打得越多越好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今天GeoFest 如果YC是正的时候GeoFest只是0.0000001 那可能一点Arrow就会让你的分类错误 只要一点TRAINING DATA &PANSIB DATA MISMATCH 就可以让你分类错误 但是如果今天YCAT是正的 而GeoFest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值 那Arrow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从现象上面来看一下 这个Adabuse的Margin的变化的话 你会发现说 如果今天只有5个Week Classifier合在一起 那Margin的分布是这个样子 Margin的分布是这个样子 但如果有100个 甚至1000个Week Classifier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分布就是黑色的实现 所以你会发现说 虽然在TRAINING DATA上的Arrow 已经不会再下降 但5个Week Classifier的时候 Arrow就已经不会再下降 因为所有的TRAINING DATA 它的GeoFest都是大于0 你会发现说 这个Margin的分布都是在右边 也就是说YHAT已经都跟SOLE的GeoFest 好 但再加上Week的Pair Classifier以后 你可以增加Margin 你可以增加Margin 那增加Margin好处就是 让你的这个方法比较robust 它可以在TESTING SET上 得到比较好的Performance 那其实这个SEN也有类似的效果 Adafus其实也有这个效果 那为什么可以让Margin增加呢 这边就是要说明一下为什么Adafus可以让Margin增加 我们刚才请把Arrow rate的式子列出来 这个是Arrow rate的式子 它是绿色的这条线 然後呢,我們說這個Aerrorway它有一個Upperbomb 而這個Upperbomb應該是藍色這一條線嗎? 我們來看一下 嗯,是紅色這一條線,不好意思我說錯了,是紅色這一條線 這一項是紅色這一條線 好,那我們剛才又說這一項 其實這個Upperbomb呢,是會越來越小的 我們剛才已經證明說,對每一個Iteration而言 這個Upperbomb會越來越小 雖然說我們並沒有真的對那個Upperbomb去做微分之類的事情 我們並沒有對那個Upperbomb做微分做 gradient descent等等的事情 但是我們會讓這個Upperbomb呢,越來越小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Upperbomb想成就是Adabooster的Objective Function 我們把這個Upperbomb想成就是Adabooster的Objective Function 所以Adabooster做的事情是,它會去minimize一個 它會去minimize一個Objective Function 而這個Objective Function是紅色的這一條線 這邊還畫了別的方法它的Objective Function 比如黃色這一條線是SVM的Objective Function 綠色這一條線是Logistic Regression的Objective Function 那Adabooster的Objective Function是紅色的這一條線 那你發現說紅色這一條線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你會發現說今天在,如果我們是考慮綠色這一條線 我們只要讓Y-Hat乘上G of X到這個圖的右邊 你的Arrow就是0了 到右邊以後,如果讓Y-Hat乘上G of X再更靠右 也沒什麼好處,Arrow不會下降 但是如果你看Adabooster,其實SEM跟Logistic Regression 有同樣的效果 如果你看Adabooster這條線 你會發現,當你的Y-Hat跟G of X是同號在右邊的時候 其實Arrow並不是0 你可以把Y-Hat跟G of X繼續再往右 你還是可以得到越來越小的Arrow 所以,就算是現在的Arrow Rate算出來已經是0了 對Adabooster來說,還沒有結束 還可以再做,還可以再做得更好 因為它可以把G of X Y-Hat再更往右邊推 然後得到更小的Arrow 好,那這個是Adabooster為什麼會increase這個margin 好,那最後這一頁呢 是一個實作 我們就實作一下Adabooster加Decision Tree 那這邊Decision Tree的深度呢 就設為5 我們把很多深度只有5的Decision Tree 集合起來,看看它可以變成什麼樣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深度是5的Decision Tree 因為你沒有辦法 我們之前用的是初音的 function 它沒有辦法bit一個初音的 function 而就算你說Beggy 做Random Forest的 也沒有用了Random Forest 它本來要做的事情 就並不是要讓不同的Week 和Classify之間可以互補 它只要讓強的Classify Variance不要那麼大而已 但是Adabooster不一樣 它可以讓Week的Classify 彼此之間是互補的 所以今天就算是深度是5的Decision Tree 一顆啥都沒有辦法fit初音的 function 如果你找了10顆 這邊T等於10 代表阿拉布斯的Increation 10次 所以有10顆 深度是5的Decision Tree 那這些Decision Tree 它們互相之間是互補的 跟Random Forest不一樣 這些10顆Decision Tree是互補的 如果是Random Forest 已經找了10顆100顆 都fit不了這個初音的 function 但是現在如果找10顆Tree 然後它們比例子之間是互補的 你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這是個初音的 function 然後它的腳 你可以看到初音的樣子 它的腳是歪的 如果有20顆樹 你就可以做得好很多了 只是這個腳的地方 還是有點奇怪的東西 如果50顆樹 幾乎就可以fit初音的 function 但其實這樣還沒有結束 因為這邊其實是有一根毛的 要把那根毛做出來才行 所以如果有100顆樹 你就可以幾乎是完美的fit 那個初音的 function 所以你從這個例子 你就會看到說 Boosting跟這個Bagging 是很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想要講的是 Gradient Boosting 那這個Gradient Boosting 它是剛才這個Boosting的 演算法更general的 你可以想是更general的版本 整個Boosting的演算法 in general 你可以看成是 以下的價格 我們現在跑大T的Iteration 那每次在這個大T的Iteration裡面 我們找一個function F小T 跟 αT 我們找一個 Weak Classified F小T 跟它的weight αT 那這些人 合在一起 會improve一個 G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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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過去所有的 已經找出來的function average起來 已經找出來的function 根據他們的weight weight 上的結果 就是 GT-1 那我們已經有一個GT-1 我們要找一個 FT 跟αT 它跟GT-1 是互補的 我們把這個FT跟αT 把這個FT跟αT 加到GT-1 以後 變成的GT 會比原來的GT-1 更好 最後我們跑完大T的Iteration 就得到大H 好 現在的問題就是 怎麼找到這個 比較好的 G 呢 怎麼樣 怎麼樣 找到一個FT 把它加到GT-1 以後 得到的GT 是比較好的呢 那你要為G呢 先設一個目標 對不對 我們說在做 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呢 你要設一個objective function 接下來就是 調整你的參數 去maximize objective function 或者是minimize 你的cost function OK 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 minimize 這個cost function 那這個cost function 怎麼寫呢 對某一個function G 它的cost function 怎麼寫呢 我們寫成 submention over 所有的training data earn 然後小L呢 是loss function 小L這個function呢 是算這個 y hat 跟G 他們之間的差異 比如說 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 cross entropy 或者是 min square error 等等 來計算y hat 和G之間的差異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小L呢 定為 exponential 負y hat geo base 我們把它定為 exponential 負y hat geo base 那這個定義合不合理呢 這個定義應該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 因為這個式子 如果我們要minimize它的話 如果我們要minimize exponential 負y hat geo base 我們會希望 y hat 跟G 盡量 同號 而且他們同號 相乘的時候 要 越大越好 好 那 怎麼 minimize這個function G呢 這邊這一步呢 可能你需要 稍微的 想一下 我們這邊 這件事要抽象 就是我們其實 要用 gradient descent 來 找一個 新的function 集體 它可以 minimize loss function 大L 我們現在 已經有一個 我們要 把G 這個function 對大L 做 微分 算出它的 gradient 把它的gradient 算出來以後 我這邊寫的 呃 呃 呃 這邊notation 我覺得好像沒有用得很好 這邊應該是 我應該寫三角形 比較對 我們要寫的gradient 的釋出來比較對 我忘了帶來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我們要 把 function G 對大L 算 呃 它的gradient 然後呢 再用這個gradient 去update G t-1 得到 Gt 那這樣新的Gt 跟原來的Gt 簡易比起來 它會讓 loss function 比較小 這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我猜這邊你 第一 一下你就 你就卡住了 就是 什麼叫做 哪一個function 對大L 去做gradient呢 function G 又不是 參數 對不對 如果是 neural network 參數 或是seta 你知道怎麼對大L 算gradient 但是 如果是一個function G 它要怎麼對大L做gradient呢 這個地方啊 呃 你可以這樣想 其實 一個function呢 G G of x 的一個function 假設橫座標 就是s 那它寫是高尾啦 我這邊 有畫一圍意思一下 那它其實 一個function它 比如說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G of x 你可以想成它的 每一點 就是一個參數 這樣大家可以想像嗎 我取一個x1 我得到一個G of x1 我取一個x2 我得到一個G of x2 假設我這個x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密 那其實G of x 它就是一個vector 嘿 這個g 它就是一個vector G of x1 G of x2 點點點點下 它就是一個vector 這個vector呢 其實就是這個function的 參數 你可以調整這個參數 然後就改變了這個 這個方圈的形狀 假設這個方圈的形狀是什麼 你就調整這些參數 這個方圈的形狀 就變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一個 方圈 想成它其實就是有 無窮多的參數 讓大家可以想像啊 所以接下來 你抽一下希望 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好 那反正 我們既然可以 你可以接受它是參數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對L做 編尾分 所以你還是可以說 我如果改變 某一個 G在某一個點的 位置的值 它對L的影響 有多小 有多大 所以你還是可以算出 G的對大L的編尾分 好 那 這個是如果 從 gradient descent 的角度來考慮的話 是這個樣子 如果從 boosting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說 boosting做的事情 是找一個FT 跟αT 加到GT 減以後 變成GT 那 怎麼找這個FT跟αT呢 那我們就會希望這個FT跟αT 這一項 其實就是這一項 或者是至少它們的方向 要是一樣的 因為前面還有乘一個learning rate 前面還有乘一個learning rate 所以 這兩個式子一模一樣 其實是沒有必要 但是 希望它們的方向 是一樣 如果FT的方向 跟這個微分的方向 一致的話 那我們把這個FT 加給GT-1 就可以讓新的GT的Loss 變小 好 這個是比較抽象的部分 嗯 接下來就是 假設我們定義說 大L 就是 大L 就是長這樣子的話 那對G做偏微分 它得到的值 是多少 把大L 對G做偏微分 這邊是 exponential 負Y hat G 然後這邊是 exponential 負Y hat G 那把它對G做偏微分的話 得到的值是多少呢 exp的部分做偏微分以後 是不變 那 呃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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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我們的參數 對 exponential 的指數項 做微分的話 這邊得到的是 負Y hat 然後前面這邊有一項負號 把它拿下來 這邊省略掉了 那負號呢 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我們得到了 這樣的四值 那我們會希望說 FT呢 跟這個四值的方向 越一致 越好 那所謂的方向越一致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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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每一個 function 你都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 vector 只是這個 vector 有無窮多位 所以FT 是個 function 它有 它是個 vector 它有無窮多位 這個也是一個 vector 這個 vector 有無窮多位 那如果我們今天只考慮training 如果你覺得無窮多位 很難想像的話 所以我們只考慮training data 有出現的 x 那它的緯度就是有限的 training data 100萬 與data 它就是100萬緯 那我們今天希望 FT 跟這個四值他們的方向 越一致越好 怎麼讓它越一致越好呢 因為FT 是我們要找的目標 我們要去找出FT 所以我們要怎麼找這個FT呢 我們要找這個FT 希望說 我們要找這個FT 希望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FT乘上這一項 把FT乘上這一項 這個值呢 可以越大越好 如果這個值越大越好 就代表FT跟這個四值 他們的方向呢 越一致 越一致 好 那這個四值 要怎麼看呢 這個四值可以想成說 我們現在對每一筆training data 對每一筆training data 對每一筆training data 我們都希望 Y hat跟FT 他們是同號 然後每一筆training data 前面都乘上了一個weight 乘上一個weight 這個weight呢 是 exponential 負y hat 乘上 gt-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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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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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nential 負y hat 乘上 gt-1 到底是什麼呢 你把 gt-1的式子 帶進去 gt-1 是一堆小f的乘上它的weight的sumption 然後再把相加的這一項 提出來 變成連成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weight exactly 就是 阿達布斯特的weight 好 這個weight呢 它就是阿達布斯特的weight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找出來的這個 這個ft啊 其實就是 阿達布斯特裡面 找出來的ft 好 所以在阿達布斯特裡面 我們找一個 weak的classified ft 的時候 你可以想成 是 好像在做 gradient descent 一樣 你有了這個ft以後 你把這個ft 加到這個g裡面 會讓g 對 呃 會讓g的loss呢 變小 會讓g的loss 變小 然後再來問題就是 怎麼決定這個 alpha t呢 怎麼決定這個 alpha t呢 如果今天這個alpha t 它的作用啊 就很像是learning rate一樣 今天在一般做 gradient descent 在train the neural network的時候 那個learning rate 也就是 呃 就是 設輪fix的值啊 或者是 用種種比如說 adaptive的learning rate的設法呢 來 設它 呃 但是在這邊啊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給定了ft以後 窮舉各種不同可能的alpha 去試不同可能的alpha 看看哪一個alpha 可以讓g的loss 最小 找完ft以後 把ft固定下來 試不同的alpha 看哪一個alpha 可以讓 呃 可以讓 呃 可以讓 呃 看哪一個alpha 可以讓這個g的loss 最小 那呃 為什麼這邊會選擇這樣的做法呢 呃 因為 在做gradient descent的時候 在train neural network的時候 算 參數的gradient 其實比較快 呃 所以 呃 你可能不會稀罕說 你的learning rate 設得好不好 呃 如果你今天learning rate 設得太小 反正你就多算幾次gradient 多跑幾步就行了 但是 今天在這個gradient boosting的方法裡面 這個ft啊 它是一個placify 你在找ft的過程中 它的運算量可能就 可能是很大的 甚至如果你ft是一個neural network 你要把ft找出來的時候 本身就需要很多次的gradient descent的iteration 本身你就需要很多的 本身你就需要很多的 所以今天既然找出ft以後 你就要好好的珍惜它 把它的利用價值呢 發揮到最大 所以在這邊呢 gradient boosting採取的方式是 既然已經找出ft了 我固定做ft然後 印調一個最好的learning rate alpha t 雄舉所有的learning rate alpha t 呃 所有雄舉啊 所有的learning rate alpha t 看哪一個 alpha t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loss呢 掉得最多 好 那這個 但實際上你不可能真的去 重舉所有的 alpha t 一個一個去試試看 這邊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看說哪一個 解一個optimization problem 看說哪一個 alpha t 可以讓loss最小 好 好 那怎麼做呢 我們這邊就把那個equation呢 略過 實際上你做的事情就是 計算 alpha t 跟l of g 的微分 然後再看說 alpha t 的值 是多少的時候 這個微分是0 這樣就可以把 你就可以把這個 集值呢找出來 那巧合的是呢 找出來的 alpha t呢 就是log 跟號 1-xlt 1-xlt 就是 Ada Boost 裡面的 那一個 weight 所以 Ada Boost 整件事情 你就可以想成 它也是在做 gradient descent 只是我們的 gradient 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 learning rate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決定 這個 learning rate 但是 gradient boosting 有一個 因為gradient boosting 的想法 有一個好的地方是 我們現在可以任意更改你的 objective function 我們剛才說 我們定了一個 objective function 是 exponential -y-hat 乘上geo-base 那你永遠可以 定其他的 objective function 那你就可以 創造出 不一樣的 不行的方法 好 那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 ensemble的方法 是 stacking 那stacking是什麼呢 這個stacking非常的實用 我覺得 在final budget裡面 這個是非常實用的方法 好 那現在呢 到了期末 大家都很忙 那你一組其實有四個人 然後想你可能就四個人呢 每一個人都弄了自己的一個model 你選好一個final budget的題目 然後每四個人呢都弄好了自己的一個model 但是 最後 要怎麼讓你的performance再提升呢 你要把四個人的model combine起來 比如說你把一筆data x呢 丟到四個model裡面 然後每一個model都會給你一個output 你再把這個四個output呢 想辦法把它合併起來得到最終的答案 比如說你可以用majorative vote 假設是一個分類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majorative vote 最多系統選擇哪一個class 那那個class就是正確答案 但是你今天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並不是所有的系統都是好 比如說所有的model都是好的 有些model可能是爛的 比如說可能小毛特別弱 他做的系統呢 是跟random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把他的系統的權重 跟其他系統測一樣 那這樣不行 這樣你整個performance會壞掉 但是如果你本來就知道小毛特別弱 你把他的權重射的很低的話 又傷了他的自尊性 那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要去認一個classify 這個classify是這樣 它把前面這些system的output 當作input 也就是說這些system的output 對最後這個classify來說 它就好像是一個feature一樣 它把這些system的output 然後再去決定說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最終的classify 你就不需要太複雜 比如說前面如果都已經用neural network了 都已經用好幾個hidden layer的neural network 也許finalclassify 就不需要再是一個好幾個hidden layer的neural network 它可以只是logistic regression就行了 那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那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要注意說 我們知道我們會把training set 我們會把有label的data 分成training set跟validation set 在做stacking的時候 你要把training set再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的training set 拿來认這些classify 那另外一部分的training data 拿來认這個final的classify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有的classify 有的要拿來做stacking的這些前面classify 它可能只是fittraining data 舉例來說 可能小明的code就是亂寫的 其實它的classify是什麼事都不會做 它的classify就是 就是如果有一筆data進來跟training data一樣 它就把它的label凸出來 不然它就什麼事都沒有做 這樣子 它可能就寫一個很奇怪很爛的 很異常overfitting的code 但是如果你今天這個finalclassify的training data 跟這些system用的training data是同一組的話 你就會發現小明的classify好強 error race100% 我們都參考小明的classify就好了 但是其實小明的classify 它什麼事都沒有做 它只是硬把training data擠起來而已 所以今天你來training finalclassify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另外一筆training data 來training finalclassify 不能跟前面training這些系統的classify一樣 如果你有這個final的classify以後 你就可以給不同的系統不同的權種 那如果小毛的系統特別差的話 那finalclassify就會給它比較小的權種 比如說是0 那這樣小毛的自尊心其實還是會被傷害 只是它是被機器傷害的 所以就可以維護團隊的和諧 最後這一頁講過了